今天上午上班時間在新北市發生一起行車糾紛 當時一輛自小客車行進快速道路要從內側車道往外切 就差點撞上騎士駕駛因此按喇叭 想不到雙方立刻爆發口角 而這名駕駛一氣之下居然不斷逼車尾隨騎士 甚至就在路口處停等紅燈時 咬下車窗亮出槍械跟武器 恐嚇意味濃厚 搭馬路上銀色自小客車協停 後座乘客咬下車窗 對著機車騎士大聲咆哮 但還是不解氣 突然一隻手伸出窗外 仔細一看乘客竟然在光天化日下 拿出槍械恐嚇 事發當下正是上班時間 車流量相當大 一旁也會有遠景巡邏 但是當時銀色轎車車主 他卻是停在這個路口處 搖下車窗亮出槍枝 而且旁邊還是校園 事發在新北市新莊六五快速道路下方 當時不僅是上班時間 還有許多家長送小朋友來上課 但男子卻囂張 公然在國小旁亮槍實在離譜 誇張的是男子根本無視旁邊 還有指揮交通的遠景 在眾目睽睽之下一路逼車恐嚇騎士 原來又是行車糾紛惹的禍 事發在二十八號早上八點多 車主要從內側車道往外側切出 險些狀道理性機車騎士 於是對騎士按了聲喇叭 雙方發聲口角 車主一路逼車尾隨騎士 不僅亮槍還拿出武器恐嚇 聽到有人在喇叭 然後車子就這樣子開過去 就逼停車這樣 雖然犯嫌沒有開槍 也沒有拿武器殴打 但就算是做事攻擊 也已經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 開車開到火氣大 成胸鬥狠 下場還是得被警方依法就辦 記者洪曉璇江成俊新北報導